今天要跟大家分享iPhone如何取消订阅 避免自动续订教学 有个朋友说什么要学英文 就下载App的学习英文软体 然后过几天之后他就挖挖大家说 他不小心花了大概几千块 订了一年份的会员 后来我都好奇我去这个App Store 然后找到这个软体 那我就想说去下面看一下评论 点进去才发现说 哦原来其实蛮多人给一颗心的 而且都是在抱怨说 就是被骗钱啊什么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 拜托人家都有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我也不是要帮这个软体讲话 那这个网友就写说 我已经在程式的页面按了注销键 结果还被扣款 而且是直接续订一年 好那我接下来就是想来试试看 如果注销的话 他的续订管理那边会不会是取消 我们来试试看 那首先如果你下载这个软体之后啊 你进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求你注册跟所谓的付费的程序 然后所以他打的就是可能前三天 或者是前五天 不管是前几天的免费 但是超过那几天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帮你自动的续约 那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搞不懂这个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被骗了没有讲清楚 或者是说根本没有按续约的动作 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 他到底躲在哪里 其实你到设定里面 然后他会有一个 最上面会有一个Apple ID 这里面就有你订阅中的项目 那其中第二个就是我 因为为了示范 所以我已经就是 已经有做一个注册 然后有做一个付款 然后我们再点进去看一下 他其实上面也写的清清楚楚说 免费适用期间你不需要付款 但是免费适用结束后 你如果没在 在一个期限之内 取消订阅 你将会以多少钱的价格去更新 哦 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其实他已经把你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喜欢 可能就是续定会有再一个确认 所以大家都可能会 觉得说啊被骗啊什么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说 如果在这边注销的话 那订阅会不会取消呢 好这里我按注销 好注销之后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订阅项目 你看是不是 其实你按注销 或者是你不要 他其实还是在你的App ID里面 好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怎么确实的取消这个订阅 就是按他取消免费适用 然后他这边会再给你做一个确认 然后按确定 好所以他就跳出一个视窗 来告诉你 你已经取消这个订阅了 好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这个影片 那也希望把这个影片 传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会 订阅、按赞跟分享、留言都可以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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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